假如30年婚姻里 你受尽了苦难 而今天终于提出来了离婚 我们要拍手称快 如果不是 虽然我受过伤 我受过苦 虽然她对我不好 虽然她不会关心人 但是我就是想让她关心我 我就是想在这个婚姻当中幸福 金牌条件有没有这本事 来帮我一下 那也另当别论了 那你到底是咋相呢 我一直是想想争取我的命运 因为说我来之前 我儿子一直说 你50岁了 反正你离不离的时候 在外面也不回去 我一直想这个问题 我是想看她 看看她的态度 但是感觉还是真的没希望 你想看她什么态度 我说我在你面前受那么多苦 她听到 她是不是有点烈疚 她没有烈疚 听出来没有烈疚 今天我们主持人和刘先生的 所有对话里边 她表达不出任何的情感元素 她表达不出来 你知道我听出的声音是什么吗 其实你不嫌弃她 也就是说不管她咋样 她没有遭到你嫌弃 明白吗 我从来没有嫌弃她 她一直在嫌弃我 所以这才是悲剧 这么多年了 我也 所以这才是 你没办法改变她 所以我提起去离婚了 杨律师 这才是悲剧 我知道 一直是我卑微一点 这才是悲剧 那你抗争什么呢 你在人家活了三十年 最后还被人家嫌弃 然后你还要在这家待 你问过你内心的声音吗 其实你一强调这词 我一直在挣扎 你说她要不要温暖 要 但你愿意给 其实你也不愿意给 因为你自己 从原生家庭当中没有 你在婚姻里边 也没有得到 所以让你去温暖别人 这个事也不太现实 也挺难 那你们两个 谁能开端呢 谁有能量去温暖对方呢 如果不能 那这样的生活就会继续 不用继续了 所以想清楚了 那么刘先生 你到底咋想 你呢思想简单 但并不意味着你傻 那事实后面对了 他确实对被关系 是有要求的 如果你说你不费了劲 两个人就是 你干活我也干活 你吃饭我也吃饭 你睡觉我也睡觉 就行 有话说两句没话拉倒 那这样可能他真跟你过不下去 但你如果说呢 其实你内心也渴望过温暖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还能帮你们 稍微调调说 看看谁愿不愿意 双方共同努力 向温暖靠近 就双方都学会关心对方 你的态度很重要 你也是时候面对了 你咋想 我真的没什么想 就是咋地都行是吗 还是认命是吗 我是认命 我是认命 我是认命